英兵為港犧牲,貪生怕死,無據真 昨天是和平紀念日,紀念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軍人 一眾隊伍軍人,說即英兵都來獻花 咦,爲何爭主席和謙謙都來? 之前過氣京官說二戰時,英軍根本不在乎香港 還說日軍侵略時,怕死的港獨楊武奇和英軍只顧保命投降日軍 你們和爺爺同聲同氣,現在獻花,造反? 不過奇怪,如果過氣京官說得對,又怎得來6613個英軍陣亡呢? 又怎得來楊武奇當年投降之後受盡折磨,再被丟到瀋陽監禁呢? 英軍為香港付出這麼多,竟然說這些話 還有一班加拿大軍人,他們都在戰爭裏壯烈犧牲 還有人家的總理來到香港,都特意出席紀念活動 其實自從香港回歸之後,一班退役的華籍英兵都很慘 很多人還欠居英權 原來八月當時,威廉和哈利王子有回過信 說很想聽大家的訴求,不過想想想,不是很適合加入 雖然幫不了手,但王子已經將求助轉去外交及聯邦事務部直接回答大家 還說給一個失望的回覆,認真抱歉,幫不了手都會得這麼得體 這些就是真正為人民服務 好囉